我喜欢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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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应该是为了避嫌吧 而且你俩职位那么高 副总知道了他怎么办 什么怎么办 大不了我辞职呗 你可以啊 不是我觉得你还是把嫂子 约出来吃个饭 把话说清楚呗 你以为我没约过 被他以各种各样的理由 拒绝掉了 那这样 正好古桥约我们大家 明天吃饭 我帮你谈谈口风吧 你少来了 古桥知道的 早全告诉我了 那可不一定 我跟他关系可不一般 什么意思 没什么意思 严夕姐 你知道古桥姐今天 为什么要请我们吃饭吗 不知道 要不是因为好帅我才不来呢 日料都吃腻了 一会儿古桥姐来了 你千万别说这话啊 你说上次那个事 人家一点都没跟你计较 今天这顿饭 你就当是和解了 之后千万别再提这事 燕西 你就是脾气好 不好意思啊 欢迎光临 路上实在是太堵了 你们 一起来的啊 对啊 没有 在门口碰到的 你们点餐了吗 没有 等你们呢 服务员 菜单 来了 这个座位 忽然有点不太舒服 我换一下啊 给您 你们快看吃什么 随便点 古桥姐你们点吧 我请客你们来点 谁点 那我来 两份北极杯 好的 两份三文鱼 好帅你想吃什么 我帮你点吧 要我先不用 再来一瓶塔记 我前面都不养了 我觉得这个一九九八 这个套餐不错 就它了 外妹 不是减肥吗 吃完这顿才减 顾桥姐 你不介意吧 我不介意 没事 对了 顾桥姐 你今天怎么会突然想着 请大家吃饭啊 哦 上次大家一起聚会的时候 不是因为我的原因 闹得挺不开心的吗 我想说最近 大家也没有那样 那么忙就一起吃个饭 顺便感谢一下 这段时间对我的照顾 你要离职了 准确的来说应该是调职 调职 我怎么不知道 顾桥姐 你要调到哪个部门啊 品牌部 不过现在还不确定呢 那我们提前恭喜你 也没个酒 先以茶代酒吧 来 恭喜 干杯 恭喜顾桥姐 小猫 恭喜顾桥姐 谢谢 恭喜 恭喜 什么情况 问出来了没 顾桥姐 顾桥怎么说 柔哥你不说我今天特别开心 以后要咱们要长剧 不管我去哪个部门 咱们就要经常地在一起喝酒 好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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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午已经结过了 大家开开心心地吃来干杯 干杯 干杯 来 干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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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顾桥姐 你少喝点 没事 顾桥姐 我车到了 要不我送你回家 不用 我没喝多 没事 我送我送 我送 带你送 你送他回家 我跟你说 建西家太远了 好好好 那好帅送我 你记得把他送回家 车到了 我先走了 到家给我发微信 好 拜拜 谢谢拜拜 别吼 郝帅 我交代价了 我送你回去吧 别 肖蒙 你顺便送我一下吧 我到底点赞日来 你 姐 你 你送欧美吧 她也喝那么多 你把她送到家里 我没有喝 走了 走了 姐 走了 姐 姐 走了 走了 车到了 车到了 我不走 走了 走了 你又喝多了 你 喝多了 我自己提起你 别扶我回跆拳道 小心 我揍你的啊 没事 没事 姐 你们到家说一说 走走走 祝你安静 拜拜 拜拜 不送啊 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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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心 小心 肖蒙 我们走吧 我们走吧 你别生气啊 你别生气啊 你要不你 会坏一个人喜欢吗 他真的不适合你 你看他的公司 霸解 杜总跟袁总 也就算了 但他现在连袁总的 闺蜜都不放 你还说别人呢 你的日料就给你手码了 你自己回去吧 你 他 杀 沙漠 这多浪费啊 我 服务员 把这些给我打包 开门 你别碰我 你别碰我 干什么就骚扰了 小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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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袁总理好 你瞧 我是公司实习生 谷小姐喝多了 我把她送回来 大哥 大哥 起来 慢点 小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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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没事 我说的没事 小心 小心 你别扶我 这什么 起来 不能站稳 你收开 交给我吧 你早点回去休息 我帮你帮 不用 不用 小心点 你开心吗 我哪儿走 真的 你看 我扶着你 好好好 我扶着你 好 我扶着你 我扶着你 没事 我能走 我知道这是我的村 你看我还能躺下 你看你看我会自己睡 睡了 给我盖个东西 我去给你倒杯水 我去给你倒杯水 你 喝杯水吗 不用 袁总我可以借个洗手间吗 可以 在这儿 好 谢谢 终于 喂 猜猜我在哪儿 管你在哪儿 交代你的事是不是都忘了 我没忘 我在厕所呢 那你打电话给我干吗 让我给你送纸啊 不是 我在袁总家厕所 哪个袁总 我嫂子 袁哥 好帅 好帅你好了吗 好帅你没事吧 没事了 纸没了 那你等一下 我去给你拿 好 好帅 好帅 你这样 你稍微开一点门缝 然后 我转过身 然后我给你递进去 好 我开了 好 好了 谢谢袁总 我关了 快快快快快快 毒烟 你干嘛呢 来 太死了 喂 喂 到哪儿了 我快撑不住了 知道了 知道了 马上到了 快快 我快撑不住 还五天的牢呢 这样 收在忙活的同时 也能搞好人籍关系 好帅 你怎么样啊 你没事吧 没事 袁总 我 好像酒劲上来了 我 还有点不舒服 需要再换一换 那 那你有事叫我啊 哦 谁啊 你怎么来这儿了 我来接我表弟 好帅 是你表弟啊 啊 他在哪儿 哦 他喝多了 在卫生间呢 进来吧 左边啊 这个 哦 怎么喝这么快点啊 真的吗 好兄弟 你干嘛去了 我打了个车 因为我喝了点酒 那你这回回去 得给我一两瓶啊 两瓶十四年的 好可可 辛苦你了 在这边再待一会儿 应该的 我去了 加油 他喝太多了 让他在里面缓缓吧 干嘛呢 我做点醒酒汤 让他喝完缓缓再走 新酒汤的双生姜 你家有吗 哦 没有了 好像都用完了 你把那根黄黄的东西 给我 平时都是古桥做饭 我很少进厨房 你的精力都用在了工作上 这很正常 你最后 好像有意在回避我 没有啊 没有 是不是 我把古桥调到我那儿去 你不开心了 没有啊 我当时只是以为 他想要靠你的关系 做个捷径而已 你不用想那么多 他一直是一个挺努力的人 我只是觉得 他在试诚部 也发挥不出自己的才能 所以才把他 调到我那儿去的 那天 那天他跟我说过了 你俩都一样 你俩都一样 每次说到对方的时候 都特别谨慎 有时候我还挺羡慕他 羡慕谁啊 他 我哥给愿总在外面呢 我哥给愿总在外面呢 我看什么要看 顾桥 我说你怎么没大没小的 叫姐 顾桥 我喜欢你 我说 我喜欢你 你疯了吧 你疯了吧 造孽啊 怎么了 喜欢一个人有错啊 那你也不能说亲就亲啊 那不是 情绪顶到那儿了 谁不会亲 那你觉得你和谷桥合适吗 怎么了 什么年代了 还那年纪说事啊 行行行行行 那你说说 你喜欢他什么 喜欢一个人需要理由吗 不需要吗 那你喜欢袁总是吗 看吧你自己也不知道 还说 哎 你想 他们俩是闺蜜 我们俩是兄弟 那我们 凑在一起 不就亲上家亲吗 这不挺好的吗 都成年人了 能不能不那么幼稚 行 我给你拿点成熟 我给你啊 是袁哥大呢 还是谷桥大 谷桥大点 大几个月 几个月啊 哎 你想 我呢 我呢 要是跟顾桥成了 那你是不是就得喊我 解发 啊 月风 师傅 你别听咋的 杜碧维 杜碧维 你 哎 这个醒酒汤现在还烫 你一会儿记得喝啊 嗯 哎 那个 好帅居然是杜炳文的表弟 你知道怎么不告诉我啊 这有什么可说的 还是说你知道 他是你未来表弟 想要对他好一点 不是 哎 我说 你跟他比较好 你跟他怎么回事 我能怎么回事 他就是个小屁孩 哎呀 小孩子不都这样吗 今天喜欢 明天讨厌的 家常便饭 哎 没事 那你天天在公司 跟他抬头不见低头见的 也不尴尬啊 不尴尬 我跟你又不一样 我又不喜欢他 他在我心里啊 就是一个 就是一个调皮的弟弟 哎 不过你和杜炳文 在这厨房聊什么呢 能聊什么呀 没聊什么 没聊什么 我说 我说你俩这恋爱 到底谈还是不谈 说清楚 我跟他是真没谈恋爱 我们俩刚才 说你掉岗的事呢 说我 嗯 哎 我说 人家都把表弟搬出来了 在这儿给你演了 这么大一出戏 无非就是想要见你 跟你把话说清楚 你俩居然在聊我 那 那也是他先起的头 俩还真是天生一对 不过你不用不承认 你现在呢 已经浅浅地爱上了头 不用做吹词正常 不过这个杜老二 上大学的时候 你就拒绝了人家一次 你要这次再拒绝他 把人家真跑了 你可怎么办啊 而且这恋爱就要趁年轻谈 这人到中年谈吧 总是差那么一点点的意思 好了好了 古老师 你今天这个言情小课堂呢 就此打住 我去洗澡了 洗澡 你不刚洗了吗 再洗一下 你刚才弄我一身酒味 中颜逆耳 我说这小屁好敢欠我 看我怎么收拾他 熊总 其实下一次呢 如果你有时间的话 带你去我们的工厂 看看我们现在的生产线 你怎么会有 对了 熊总 你喜欢什么应酷啊 打到高尔夫球啊 以后也许我们可以打球 聊了宫舍 好啊 那我们以后有时间约啊 古乔 你干吗呢 我昨天说的事 你考虑怎么样 你能不能闭嘴啊 我是认真的 我跟你说 昨天的账我还没跟你算 那拜托你了 好 那我们下次聊 好 谢谢 再见 再见 怎么了 我跟你说啊 我跟你说啊 昨天的事 昨天的事你要再敢提的话 咱俩连朋友都做不成 以后就不是朋友 记住了吗 古乔 你过来一下 来了 不许说啊 让我点儿 以后就行了 竹总 杜总 找有什么事儿 哦 从今天开始呢 你就正式成为我的助理了 GK这个事情呢 我派你去 我 可我没什么经验 万一搞不定怎么办 不会 我们合同都签了 GK是大公司 不会耍赖的 可我都没做过这样的工作 很简单 你就把自己当成是消费者 给他们提一件就好了 这次的产品呢 和书美以往的产品有所不同 我不想派别人去 把以往的一些审美 再带到我们这个产品里来 你呢 很了解高端胡腹皮 我对你有信心 行 那我就努力试试看 加油 谢谢老板 我走了 回来 老板还有什么事 还有点私事 私事 说吧 云哥一到公司呢 就对我特别地冷漠 我该怎么和他相处呢 是个男人 该硬气的时候 就得硬气起来 我们家哥哥什么都好 但是就是在感情这方面 他就不开窍 所以你根本不能按照 他的节奏来 那我应该怎么做 能把他带到我的节奏里面来呢 动动脑子 多看看偶像剧啊 什么偶像剧 爸的总裁 爱上 红尔粉 我把你带到原来 在办公司的 也许会 他还要 我把你带到 了 你带到这儿 你不想 åter 你来 你带到那儿 你带到那儿 我带到那儿 你带到那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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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派人对接啊 那可是别人就算了呀 他一个连领导都不会的人 他凭什么呀 不早了 回家弄吧 没事 你先回家 我现在状态正好着呢 我怕回家了又反馈了 那我等你啊 回去吧 我又不是小孩子 你在这儿我有压力 你看这个后面好像是 对 这个就是 把它按在上面 然后呢 我们现在翻篇看紫色的 找两个紫色的 姐姐 你什么时候才放假呀 怎么了 怎么了 我想让你跟我去找妈妈 那玲玲知道妈妈在哪儿吗 不知道 爸爸只说 妈妈去了很远很远的地方工作 那这样 姐姐现在去问你爸爸 你妈妈在哪儿 然后带你过去好不好 好啊 那你在这儿乖乖地拼 姐姐一会儿过来找你 嗯 乖 嗯 是这样的熊先生 玲玲一直让我带她去见她妈妈 但是我不知道地址 你要是不方便的话 可以把地址给我 我带玲玲去 顾小姐 你为什么要这么做 确实这件事情 我没有经过你同意 不好意思啊 但我已经答应玲玲了 带她去见妈妈 啊 顾小姐 你了解我的家庭吗 你知道我为什么 不带玲玲见妈妈吗 你知道未经他人同意 擅自做主 会给我们带来 什么样的后果吗 我 我确实我不知道 你的家庭发生了什么 也不知道 你们两个大人之间 有什么恩怨 但我觉得 孩子还那么小 她是无辜的 你不可以不让玲玲去见妈妈 你不觉得你这样的 有点自私吗 这是我的家事 你不用干涉 你口口声声说爱玲玲 可是你的行为 是一个称职的父亲吗 顾小姐 你不用再煞费苦心 经营你这种 真诚的人设好吗 说到底 你对玲玲这么好 难道你的动机就很单纯 你什么意思 如果不是的话 你一个疏美的缘故 当初以玲玲为借口 来机场拦着我 还跟我说了一堆 有关你和你闺蜜的事情 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 袁哥就是你的闺蜜 是吧 我 这件事情确实是我隐瞒 你不用解释了 有些事不是靠解释就能挽回她 以后你不用再来了 我就想让玲玲见见妈妈 这有什么错吗 她要有苦衷的话她可以说出来 她也不说 就这样数了我一顿 我还一肚子活不知道往哪发呢 这世界上怎么会有这样的人 行了行了 发什么火啊 可能她有什么难言之隐吧 她能有什么难言之隐 你不许替她说话 我没有替她说话 我就是帮你客观地分析一下 现在不需要你客观分析 我跟你说 玲玲这么内向 很大一部分是她的原因 对 好了 反正这个家教呢 本来也做不成 以后你跟她保持点距离 我现在不保持距离也不行 她都知道我骗了 不知 她在书面看到你了 对啊 你说这个人她奇不奇怪 她都看到我了 还假装没有看到一样 你说她是不是也太有心情了 这样也好 我本来也不希望你跟她走太近 好 我终于来 好 我好黑 哪颜样 可可可可 我真不行我真不行 什么你不行 练血又不是真情 不是啊 我刚失恋 你 你不好好安慰我 你让我练这个什么东西啊 不好意思 我想安慰安慰你啊 我好心疼你啊 就这样 行 杜比文 我告诉你 就你这段表演 不走心 换做 任何人 绝对会拒绝 做梦 不走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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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哪里不对 哪里不对 没问题啊 我终于来 好 你不走心 不走心 好 不走心 好 谢谢啊 没关系 这样 你按照这个做就可以 好 去吧 好 熊 请多多关照 多多关照 谷小姐的这套方案是什么意思 这是我做的Lisa的宣传方案 我觉得比较符合Lisa目前的需求 当然了 我也参考了国际高端护肤品的一些成功案例 大家可以看一下 然后我们再继续讨论 每年都有这种不弄装懂的土豪爸爸 是啊 还是这种小助理 好赖的部分一通瞎指挥 该怎么开展工作 是我的方案有什么问题吗 谷小姐的方案 非常好 一看就是做过很多准备工作的 但是您也说了 你的这套方案参考的是国际顶尖护肤品 资源方面呢 不管多难 我们JK都能搞定 但是你这个预算是否值得 我建议你还是跟你的领导请示一下 散会吧 乌 messed up 左krä斯 肯小姐 你有事 恩 那我刚入职淑美 这是我第一次 对接广告公司 没有什么经验 所以也没有 特别多的想法 谢谢您 指出我的问题 其实作为甲方呢 您只需要把领导的需求 准确地传达给JK JK自然会去 帮你们落实 您只需要 监督执行就好了 当然了 如果甲方懂得越多 我们乙方工作起来 就会越省心 没关系 需要一个过程 慢慢来吧 谢谢您啊 以后我应该还会有很多 需要跟您请教的 您别嫌我烦就行 怎么会呢 那您忙 我先走了 我今天临时召集大家来开会 是想跟大家商量一下 Lisa玉兽的事 那我想呢 提前一周开启Lisa的预售 先看一下效果怎么样 我们就可以在正式上线之前 一旦发现有什么问题 可以及时去解决 提前预售的话 广告投放那边 要先跟JK通个气 不过我觉得 问题不大 Lisa的官网 已经开始试运营了 提前一周没问题的 嗯 张伟 面膜的调查数据出来了吗 嗯 还没有 一个数据这么难吗 袁总 又是Lisa又是舒美 而且现在刘总又请假 我实在有点忙不过来 部门主管的职能 就是安排好所有的事情 如果张伟你做不到的话 我相信公司 应该有很多人想替代你 张伟 如果我给你三天时间 你能不能做出来 哦 可以 好 那就三天时间 如果做不出来的话 我们就换人 副总 回收假面膜的事 不能再拖了 哥子 我觉得这件事情呢 你实在是过于谨慎 其实对于回收 这件事情的处理 我觉得不急于一时 现在最重要的是 Lisa的上市要争分夺秒 你也知道 护肤品这个市场 是瞬息万变的 我们这一次的主动权 必须要把握在 自己的手里面 平文你说呢 从客观来讲 副总 袁总 说的都有道理 但是事情分轻重缓急 我觉得现在的当务之急 是先把Lisa的事情解决好 杜总 在国外你也这么 获悉您的忙 副总 那就再缓三天吧 好 就三天 我来说 你会用下室的 我来说 我来说 我们来说 我来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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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来说 你会用下室的 干什么呢 今天不做作业了 什么作业 浮话告白啊 我总以难以 难度 滚 今天没心情跟你臭屏 我们俩怎么这么惨 我英俊 你长得也不难看 我潇洒 你也不吐气 我年轻 你也不老 我专一 你也 也还行吧 他们两个怎么就不懂得珍惜啊 你说得对 我连你都比不上 还有谁会珍惜我呢 今天没有力气和你动手 你咬舌自尽吧 我是看你心情不好 才过来安慰你的 你什么意思啊 不需要 还有 别说得我们好像同兵相连 我比你强多了 我们起码在一起 在一起 都在一起了 你还愁啥呀 都在一起了 你还愁啥呀 有病吧 虽然 我还没有走出失恋的伤痛 但我忍痛帮你分析分析啊 你看啊 你现在跟袁总是什么关系 忽冷忽热 这说明什么 你们的感情基础 非常不牢固 这感情呢 就像该大楼 得先把地基打好 这地基一旦稳了呢 那感情不就坚实了吗 长话短说 那我这不得 一点一点 帮你分析分析吗 快说 我好心给你出风划测 你真不识太绝 还当我二货啊 我就不明白了 你怎么这么笨啊 我要是有你和袁总的关系 那我孩子早就会打架摇摇摇 你看啊 你跟袁总认识这么多年 你们俩就没有一点 值得铭记的回忆吗 你有机会 你就跟他回忆回忆过去 畅想畅想未来 你没有机会 你就创造机会吗 进水楼台先得月啊 你懂吗 那是我和你嫂子的情侣表 回忆 我们都在同一盏 焦虑的等待着 正好我们都在同个地方 懵懂的下了车 遇到了几个过客 不讨厌心事说 也白说 寂寞着就寂寞着 这些是奢侈的 过得不好又怎么了 正好我们都在同一秒 把眼泪收回了 正好我们都在同一时刻 把人生读懂了 遇到几个玄霧穿了几个回合 平静了很难得 装睡得睡着了 装睡得睡着了 净醒的一句醒了 是时候该做自己了 哦 回来是被失败 拒绝于你的姿态 是面对失望怀 迎奏命运最好的安排 正是当大执念的 每个谜题都会解开 我终于都明白 此时我们就应该 找起另一段精彩 来 本负回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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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